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这个72阁龙的鸡胸 72阁龙鸡胸 我们在前面的几节课 我们讲了24塞 下面的72阁龙 每一个塞分了三条龙 我们讲了人塞 子塞 鬼塞 这九条龙 又讲了丑塞 品塞 银塞 九条龙 上节课我们讲了 家塞 卯塞 乙塞 九条龙 这节课我们就看成熊寺 丙五丁 成熊寺和丙五丁 一共是18条龙 我们直接看过界塞 我们先看一下成塞 那么成塞呢 五丁是土 成塞五丁是土 那么成塞下面的三条龙 它的第一条龙是耿城 耿城 虽然是金龙 金龙 金龙 那么土生经 那就是令生者下 令生者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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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呢就是吉龙 那就是吉 令生者为下 我们这里讲 当令者为旺 令生者为下 那么生令者呢 为雄 克令者呢 为求 令克者 为死 我们还要知道水土 水土 是同工论的 水土呢 是同工 只要知道这个信息呢 就可以 意思说 耿城 它是金龙 土生经 那就是令生者 令生者为下 那么万国下呢 都是吉龙 意思说 耿城原来是吉龙 耿城原来是吉龙 耿城 耿城原来是吉龙 那么吉龙呢 意思就是说 是一条好龙 可以用的龙 处人发复 处人呢 发富 永不穷 出人发富 永不穷 又出人才 又发富贵 不穷 这是一条呢 大吉大利的龙 七代富贵 子孙超穷 七代 七代富贵 七代富贵 子孙超穷 这个呢就是 这个呢就是 成山 成山下面的第一条龙 成山下面的第一条龙呢 是耿城雷龙 耿城龙 也就是金龙 雷子是一条金龙 那么它是一条 相龙 相龙 是一条吉龙 望向的相 是一个吉龙 那么耿城原来是吉龙 出人发富有不穷 七代富贵 子孙超穷 也就是呢 它是一条吉龙 大吉大利的龙 我们再看 那么中间的呢 这条龙 是仁城 那么仁城呢 在二十四三的 十二个弟子 子孙超有毛 城市 我为神有虚黑 十二个弟子呢 这中间的 中间的这条龙呢 是凶龙 我们说的是 鬼家公王 也就是我们队的 火坑 意思呢 这个仁城 仁城龙 仁城水龙 水龙 对吧 假以宾定无极 更新人鬼 然后子孙 营毛 城市 金木 水 水龙 水龙呢 是土壳水 那就是 另壳者为死 为死 这是一条死龙 死龙 是这个令呢 去刻的 是一条死龙 也是一条呢 鬼家铺毛 火坑 也是呢 是一个大凶的龙 大凶的龙 也是呢 这条龙呢 仁城 为凶 凶龙 我们再看第三条龙 第三条龙呢 是人城 第三条龙呢 是甲城 甲城 甲城呢 是甲乙 自从营毛 城市 金木 水火 甲城呢 是火龙 火龙 对吧 那么就是火 生土 火龙呢 火生土 那么就是 生命者 生命者呢 维修 我们以前讲过 生命者维修 它是一条 叫败吉 败凶子龙 败吉 败凶子龙 如果吉多 凶少 就以吉呢 去看 如果是凶多 凶少 就以凶其龙 那么甲城呢 它是一条 吉龙 甲城 吉龙 是吉龙 甲城 吉龙 是吉龙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一个 修的状态 是一个 败吉 败凶子龙 但是呢 是吉多 凶少 吉多凶少 也就是说 甲城 七入 是吉龙 甲城呢 七入 是吉龙 世世代代 富贵凤 世世代代 富贵 世世代代 富贵凤 但是呢 如果呢 建的子方有水 若建子方水 井润 也就是说呢 木润呢 泥水生 泥水生 不能呢 建油 子方的油水 子的方位 不能有水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条 败吉 败凶子龙 但是呢 是 吉多凶少 也就是说 甲城 七入 是吉龙 世世代代 富贵凤 若建子方水 在子方呢 有水 井润泥水生 这边呢 井润里面呢 有泥水 而且呢 很深 因此呢 它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熊龙 是一个熊 但是呢 它是一个 吉多 凶少 只要呢 脂肪没有水 就是吉的 那么脂肪有水 那就是凶龙 这个呢 就是 橙山 橙山下面的 三少龙 甲猫鱼 这是甲城 橙山下面的三少龙 我们把它搅过的 已经搅过的 我们就擦掉 剩下的呢 我们 一两节靠呢 就把它搅按 那我们再看 第二个 第二个是秀 对吧 那么 秀山下面的龙 秀山 那么秀山呢 第一条龙 它是秉城 秉城呢 它是一个吉龙 那我们说这个秀山 它是一条土龙 称或秀是一股的 它也是土龙 那么土建土 那就是大六点瓦 大六点瓦 也是呢 这个秉城土龙 它是一个吉龙 或者说是一个 大吉龙 它是当六的 是旺的 也是说 秉城七入 秉城七入 也发福 秉城七入 也发福 那么 那么 吃穿柱形 无忧途 你是吃穿柱形 吃穿柱形 无忧途 这是一条 吉龙 秉城 我们再看中间 那么中间呢 这条龙 八概四围的 甲乙秉丁 耿兴 人鬼 还有这个 前空耿兽 那么中间的这条龙呢 属于大空王 那么是空王龙 中间呢 是空王龙 大兽 空王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大兽的龙 那么第三条龙 那就是几世 几世龙 甲乙秉丁物极 直筹 荧毛 秤氏 金木 它是一条呢 几世呢 是木龙 几世 是木龙 木龙 那就是木 是刻土的 木刻土 那就是刻令之球 那么刻令之 刻令之为球 是一条 球龙 是一个凶龙 它是一条呢 凶龙 别人说是几世契入龙发凶 几世契入龙发凶 几世契入龙发凶 富贵也平平 那么发凶 主要是在这个 人丁 上面发凶 那么富贵方面呢 也是平平代代 它是一条凶龙 一条凶龙 那么都是凶山 凶山下面的三条龙 凶山下面的三条龙 那么我们再看 四山 那么四山呢 四山呢 属于火 五星呢 属火 那么四山的三条龙 第一个呢 就是 醒世 那么醒世 加以北地物极 根星 直筹 银毛 筹事 它是呢 金龙 兴世呢 是金 金龙 金龙 那么就是 火克经 那就是令克者 令克者为死 对吧 那么令 是火 那么龙呢 是经 火克经 火克经 意思呢 它是一条死龙 那么既然是死龙 那它就是发凶的 凶龙 一次呢 说 新是罗不吉 不吉就是凶 新是罗不吉 富贵 无尊有 富贵 无尊有 新是罗不吉 富贵 无尊有 这是一条 凶龙 这个新是罗呢 是凶龙 那么中间的 四三呢 中间的这个是鬼四 鬼四呢 属于空王 鬼四 它属于这个 中间的 十二弟子 中间的这个是属于 鬼甲空王 鬼甲空王 也属于火坑 那么鬼四 加以北地物极更新人鬼 紫头 银毛 尘寺 金木 水 那么鬼四呢 是水龙 水龙 那么水是克合的 那就是克力者 克力者为囚 因此死龙 因此囚龙 这两条龙呢 都不及 鬼四 水龙 为囚龙 因此呢 是说 鬼四是凶龙 鬼四是凶龙 它是一条凶龙 不可以 不可以 悦龙 又是火坑 火坑 被绝 火坑被绝 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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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四 水龙 它是呢 受这个 当地者克的 那么 水克活 那就是克力者为囚 是一条 囚龙 鬼四是凶龙 火坑 被绝 它也是火坑 火坑被绝 被是凶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发羞的 发羞的 这是鬼四 我们再看呢 这个四山下面的最后条龙 叫乙四 乙四龙 乙四 甲乙 直土有毛出世 金木水火 那么乙四呢 是火龙 对吧 那么火龙 就属于大力者旺 大力者旺 那么它就是一条 大吉大力的龙 大吉 大吉大力的龙 也就是说 以四 以四气入 是吉龙 以四的条龙呢 是大吉大力的龙 荣华富贵小菜群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宝太平 鬼是气入 是吉龙 荣华富贵宝太平 四是火 它是叫呢 火龙 也是呢 在鸣武序年应 鸣武序年 税用引发 鸣武序年 税用引发 宝太平 它是一条 大力的望 望龙 大吉大力的龙 以四气入 是吉龙 荣华富贵宝太平 鸣武序年应 因为它是条火龙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成熊四三 我们再看饼赛 饼武丁的饼 那么饼赛是火 饼赛是火 那么饼赛的第一条龙 就是顶四 那么顶四呢 是什么龙 甲义甲定 子头银毛成四 子金木水火土 那么顶四是土龙 那么就是火生土 令生者为下 令生者为下 那就是吉龙 吉龙 令生者为下 那么我们说令生者为下 吉龙 当然 它也有凶的时候 那就是败吉败凶 但是呢 它是凶多吉少 意思说 顶四是吉龙 首先战定 它是吉龙 那么吉里面呢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吉 不是呢 大吉大利 它呢 有少量的凶 那就是三年五载 口舌兄 刚刚三年五年 就有一些口舌 那所谓的口舌 就是官非口舌 但是呢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人次说呢 丁四是吉龙 三年五载口舌 会引发一些口舌的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的大事 这是第一条龙 那么五三的中间那条龙呢 是空王龙 中间的五三呢 是空王龙 那么空王龙 什么也没有 那就是大凶无可用 八盖四围坐下的 正中间的那格 属于空王 而且呢 叫大空王 没有任何的天开地子 我们再看 丁三 它的最后一种 是格武 格武呢 假以北地无极根心 子仇 银毛 成寺 五位 金木 水 火 土 那么格武呢 是土龙 土龙 火生土 那就是令生这儿下 那下呢就是吉龙 令生这儿为下 下呢就是吉龙 也是说 坚武 坚武这条龙 坚武 坚武弃入 也有益 它是吉龙 吉龙就是有益的 无害 也是说呢 你用的坚武这条龙 坚武弃入 也有益 人定兴旺 财运通 坚武 其入 也有益 人定兴旺 财运通 世代兴旺 多发达 世代兴旺 世代兴旺 多发达 世代兴旺 而且发达 最后就是祖祖贝贝要激青 祖祖贝贝 要激青 激青 为什么要激青 为什么要激青 激青呢 坚武 它是一条吉龙 坚武弃入 言有益 人定兴旺 财运通 那么世代兴旺 希望多发达 多发达 祖祖贝贝 要激青 这边呢 就是我们说的 丙三下面的三条龙 丁四龙 空王龙 以及呢 比武龙 比武龙 我们再看一下 五三 那么五三下面的龙 五三 属虎 那么五三下面的第一条龙 就是 神武 甲乙北地无极更新人鬼 甲乙北地无极更新人鬼 子仇 银毛 称赐 五位 金木 那么就属于 人物呢 属于木龙 那么就是 木生活 那就是 司令这儿修 司令这儿为修 那么修呢 就是拜吉 拜吉拜修的意思 拜吉拜修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是吉多凶少 就以吉龙 如果是凶多吉少 就以凶龙 那么这一条龙 它是 吉多凶少 以这个吉龙 以吉呢 去看 意思说 人无欺入 是富龙 人无欺入 是富龙 那么就说明 是富龙 说明它是 吉多 凶少 意思说 人无欺入 是富龙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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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全 出英雄 出英雄 这条龙 这条龙呢 那么五三下面的 虽然是修 但是呢 吉多凶少 也就是说 人无欺入 是富贵 富贵 双全 出英雄 出英雄 出英雄好汉 良才好汉 这条龙呢 也发福 是一条吉龙 这个呢 就是 五三下面的 第一条龙 那么五三下面的 中间的这条龙 那么就是 甲武龙 甲武 甲乙 甲脱这里开始 自仇 有毛 仇四 五味 那就是金龙 甲武呢 就是金龙 那么是火克金 对吧 那就是 令克至十 大力就是火 令克 令克就是为死 那么他也是一条死龙 那么死龙呢 就是大修 大修之龙 绝对不可以用 意思是说 甲武 甲武欺入 是火坑 我们说的 十二弟子 五三十二弟子呢 正下方的那条龙呢 属于鬼甲公王 属于火坑 有此说呢 甲武欺入是火坑 财败人亡 财败 财败 人亡 对财通 又财财败 又财财 又亡人 因此呢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 非常财通的 或者是财败的 一条龙 他是一个大修 大修之龙 我们再看这个 五三下面的最后一条龙 丙武水龙 丙武 最后条龙是 丙武 丙武是水龙 那就是水克火 那就是克令子 克令子球 克令子为球 但是我们呢 还要知道 那么他是 熟水的 水的克火 克令子为球 我们还要知道 在风水上 水或土 水土 水土是土木的 那么 土的话 那就是火生土 对吧 那就是 令子 那就是 令子 我们看 那么一个呢 是水 那就是 水克火 克令子 为球 那么 如果是一土龙 那就是火生土 令子 为下 那就是 几 那么 最后来看呢 他就是一个 几龙 几龙 因为呢 水土同工 把他呢 由凶 载为几 而且是 几多凶手 那么 几多凶手 几多 凶手 就以几龙 那么如果是几少 凶多 就以凶龙 一次呢 这个呢 就是 几 以几路的 因为水土同工 叫来的 意思说 秉武 秉武 秉武器入 是几龙 秉武 秉武器入 是几龙 首先代定了 他是几龙 不是凶的 他是几 大玉凶 几大玉凶 意思说 秉武器入 是几龙 对吧 家业性望 人定通 家业 家业性望 人定通明 秉武器入 是几龙 家业性望 人定通 那么还有句就是 摩斯 稳托 你摸着什么东西 摩斯 稳托 竹 是几 我们看一下 他是什么龙 他是什么龙 水土同工 令神卷于下 是几龙 秉武器入 是几龙 家业性望 人定通 摩斯 稳托 北是几 摩斯呢 稳托 北是呢 都是几 那么这就是武山下面的三条龙 不别是 心武 人武 以及呢是 家武的 家武龙 还有一个就是 别武龙 别武龙 那么我们再看 别武丁的丁 那我们再看丁山下面 那么丁山下面呢 三条龙 一个呢是 武武 第三 武武 武武那是什么龙 家与 北地 物脊 子头 有毛 成寺 武魏 金木 水 火 武武那是火龙 那么就是 当地地霸 那么 鸡雷石霸 那它就是 鸡龙 那么物武呢 丁山下面的第一条龙 是物武 当地就是旺 旺 就是鸡龙 大吉大利的龙 意思说呢 物武是鸡龙 因为它当地 它旺 那么最后就是望龙 物武是旺龙 物武是鸡龙 防防发人丁 物武呢 是鸡龙 防防发人丁 带带多富豪 带带多富豪 带带 带带多富豪 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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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立者望 它是一条大吉大粒子龙 那么说 物物是吉龙 房房发人丁 代代多富豪 岁岁吉士龄 岁岁的吉士龙 这是一条非常吉的吉龙 我们再看 钉山下面的中间的一条龙是空王龙 空王龙就是大修 大修你就不要去看 不要去用 那么第三条龙 就是兴魏 兴魏 甲乙,甲乙,北定物极更新 子头,银毛,陈氏,五味,金木,水,火,土 那就是兴魏土龙 火生土 帝戈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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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人俊秀 出人英俊 优秀 姓不鲁 出人英俊 高大 潇洒 美丽 漂亮 而且呢 姓根呢 也不合 不鲁莽 姓不鲁 姓根呢 不鲁莽 这就是钉山下面的三条龙 还有呢 我们余下的 还有这个 几条龙 我们余下的呢 还有一个 威空生 耿有星 续前黑 这三个 这三三九座三 这九座三下面呢 三九二十七条龙 我们在下节课呢 一次行就搅拌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搅到这里 再见 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看 七十二格龙 剩下的这 几条龙的鸡修 在前面的几节课 我们讲的 人之鬼 丑狗银 夹毛鱼 陈兴寺 丙武钉 每一条山呢 下面有三条龙的鸡修 这一节课呢 我们看这个 卫山 卫山 卫山呢 它的属性是土 那么 卫山呢 下面也有三条龙 第一个条龙就是 鬼魏 那么 鬼魏呢 假以北定无极更新人鬼 鬼在这里 那 子头 羽毛 陈兴寺 五位 金 木 那么 鬼魏呢 就是 木龙 木龙 那么 台语这个 当列的 是土 那就是 木刻土 木刻土 那么 就是 刻令者 刻令者 维修 维修 刻令者 刻令者 求 意思呢 它是 羞龙 也是 说 是 鬼魏 鬼魏欺入 是 羞龙 是 羞龙 是 羞龙 出人 贫穷 出人 贫穷 说 人贫穷 如果 见了 梗方有谁 童格有梗 如果 见了 梗方水 见了 梗方 如果 见了 梗方水 那就是 阴红不安 叫 阴红 阴红不安 那么 羞龙 不安 那么 羞人 不凝 也就是 死了 的人 都不安 那么 活的人 也是 不安 拧 也是不安宁 或者是洋人发凶 阴魂不安 洋人呢不宁 这个呢是一个凶龙 鬼魏呢是凶龙 那么我们再看魏塞下面的 魏塞下面的第二条龙 那么第二条龙呢 就是以魏龙 以魏 以魏 甲乙 子仇 银毛 臣四 五位 那么是金龙 那么以魏是金龙 我们知道 二十四三 十二个弟子 正下方的这条龙呢 它是火坑 因此呢 也是一个凶龙 它是一个火坑 是一个火坑 它也是凶龙 也是凶龙 因此说呢 以魏契入 是凶龙 是凶龙 那么火坑败绝 定无疑 以魏契入 是凶龙 火坑败绝 定无疑 它是一条凶龙 以魏龙 那么第三条龙呢 就是定位 定位龙 甲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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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且 子仇 银毛 臣四 五位 金木水 那么定位呢 就是水龙 水龙 那我们说呢 水龙呢 就是 大令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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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令之旺呢 就是凶龙 它呢 就是一条凶龙 也就是说呢 这个定位 是凶龙 定位七入 定位七入是凶龙 它是一条凶龙 那么为什么是凶龙呢 因为水 它是水龙 水土同工 也就是说 它是大令 大令的人就旺 旺呢 就为凶 有一次呢 定位是凶龙 富贵双全 那么 双全富贵 长久风 富贵双全 或者是双全富贵 富贵双全 富贵双全 长久风 它是一条凶龙 是水土同工 水呢 大令 大令人之旺 为凶 定位七入 是凶龙 富贵双全 长久风 又富 又能贵 打怪写贵 而且呢 对对相传 长久 也计是凶龙 对相传的 我们看下这个 卫贵 下面的三条龙呢 两条是凶 一条呢 为击 这是卫贵 下面的 两条龙 我们再看呢 空三 卫空 说的空 那么 空三下面呢 照样也是三条龙 空三呢 照样是三条龙 三条龙 空 空三 那么空三呢 它的道令呢 是土 我们看一下 第一呢 第一条龙 它是几位 几位 甲鱼 北丁 物极 子头 萤毛 城市 五位 金路 水 火 那么几位呢 就是火龙 火龙呢 就是火 火生土 火生土 那么火生土呢 那就是森令者 森令者 森令者 我们说森令者呢 有吉 有凶 那么就是吉凶才败 或者说是败吉 败凶 败吉 败凶 如果是吉多 凶少 就以吉弄 凶多吉少 就以凶弄 那么意思说 吉味来龙 太不易 它是以凶弄的 吉味 吉味来龙 太不易 也就是说呢 吉味来龙呢 它是不好的 不好的 也就是说呢 吉味来龙 太不易 呃 灾火 退败 必无疑 灾火 退败 必无疑 灾火 退败 必无疑 那 以为龙来 太不易 灾火 退败 必无疑 因此呢 它是一条 凶龙 是以 败吉 败凶 是凶多吉少 以凶弄的一条龙 以凶弄的一条龙 我们再看中间的 那么 空山中间的这条龙 属于呢 空王龙 空王龙 那么空王龙呢 它属于大凶子龙 空王龙 属于大凶 因此呢 也不可以用 我们再看空山下面的 那第三条龙 是人生龙 第三条龙 第三条呢 是人生 人生龙 我们看一下 人生 假以别的物极 更新人鬼 人在这里 子仇 银毛 成寺 五味 生有 那就是 人生是净龙 人生是净龙 那就是土生经 土生经 那就是 令 令生者下 对吧 令生者 为下 我们说 妄想 是为净龙 妄想 为呢 净龙 因此呢 它是一条 大几大利 大几大利的龙 是 当年的 土雷生卡 土生经 令生者为相 它是一条相龙 人生 欺辱是 人生 人生 欺辱是 富龙 是富的 对吧 人生 欺辱是 富龙 那么 这样的龙呢 藏后儿童 藏后子孙 杨美宁 人生 欺辱是 富龙 藏后子孙 杨美宁 这是一条 鸡龙 非常鸡的 一个鸡龙 这是我们说的 公塞下面的 三条龙 空塞 下面的三条龙 我们再看 生塞 人有 微空式的生 那么生塞下面的 三条龙 生塞属于 精 对吧 生塞 它的道令呢 是精道令 那么生塞呢 下面的第一条龙 就是甲身 甲身炉 甲乙 甲 子头 鸣毛 成寺 五味 生油 精目 水 甲身呢 属于水龙 那么是精生水 那么令生者为相 当令的是精 令生者为相 那么相 就是极龙 就是极龙 对吧 什么 荒 和相呢 都是极龙 有此说呢 甲身 七入 是极龙 甲身 七入 是极龙 它第一条 大吉 大利的龙 子松 都 啊 富贵 坟 子松 脱名 子松 脱名 脱名 富贵 富贵 血 子松 脱名 富贵 血 生 成年 喊 水龙 生 子 成年 生 子 成年 喊 世代 乐无穷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甲胜水龙 令孙之为象 它就叫象龙 大吉大吉的龙 甲胜七入是吉龙 子宋聪明富贵坟 生子成年应 生子成年是水 来应应 世代呢 世世代代 乐无穷 这是一条呢 吉龙 那我们再看 生三下面的第二条龙 它属于丙生龙 那么生三下面的第二条龙 属于丙生 丙生龙 甲乙 丙丁 子头 银毛 橙丝 五味 生油 金木 水火 那丙生呢 是火龙 那么生呢 是精 当年它是精 火克精 克令者 那就是克令者 克令者为球 那它就是一个凶龙 那么克令者呢 为这个球 它是一个球龙 那么球龙呢 就是凶 同时呢 它也是火坑 丙生七肉 是凶龙 丙生是凶龙 它的七肉呢 是凶龙 它是克令者 克令者为球 为球 球龙 那就是 丙生是凶龙 火坑被绝 家业穷 火坑 火坑被绝 家业穷 家业呢 比较贫穷 火 丙生 气肉 是凶龙 火坑被绝 家业穷 家业呢 比较贫穷 这一条龙 一条龙 我们再看这个 丙生下面的 最后的一条龙 那就是雾生 雾生龙 雾生 雾生 家业比较贫穷 自仇 银毛 吃四 五味 生有 金木水 和土 那么它是土龙 土龙 我们当列的是 金 那么土生金 土呢 去生了金 那就是 生令者 生令者 维修 败吉败凶 败吉败凶 那么生令者呢 维修 那就是一个 败吉败凶 败吉 败凶 败吉败凶之龙 然后怎么样去断呢 我们要看 它的当令就是为金 对吧 金为当令 它是土龙 你要知道 水土同工 对吧 水土同工 那么又是 土生金为修 为修 那么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 金生水 那金呢 又生水 对吧 水土同工 另生之为下 另生之为下 那么他是 吉败凶手 因此呢 说他是一个吉隆 吉隆 因为呢 水土同工 水呢 金生水 另生之为下 另生之为下 是吉隆 也此说呢 雾生 雾生 其入 死吉隆 死吉隆 出人聪明 又长寿 出人 聪明 起长寿 那么出来呢 子孙后代呢 非常的聪明 而且呢 都是高寿 八九十 八九十对 这样子就 富贵双全 发不修 富贵双全 富贵 双全 发不修 那么主要呢 你要把这搞清楚 他虽然是土龙 但是呢 水土同工 因此呢 又另生之为下 象呢 就是 吉隆 是吉隆 是一个半吉 半生之龙 但是呢 极多凶少 因此呢 以吉隆 物生 欺入 是吉隆 是吉隆 出人呢 聪明 又长寿 出来的后代子孙 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高寿 富贵双全 发不修 又富 又能 又发富 又发贵 而且呢 发不修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生三 梅库师的生 生三下面的 三头龙的吉凶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耿有星 那么耿有星的耿 也是吉隆 耿在下面的 也是大量的是经 那么耿三下面呢 有三条三 那么第一条三呢 就是耿身 耿身 甲乙贝双 物质更新 子头 有毛 成四 无味 生有 金木 那么耿身呢 属于木龙 那么耿身属于木龙 金刻木 那就是 令克的死 大量的是经 令克 令克制为死 那么既然为死 那就是大修之龙 令克制为死 那就是凶龙 修克的龙 一条死龙 有一次说呢 耿身欺入是凶龙 耿身 耿身欺入是凶龙 为什么是凶龙 因为是当面的 精雷克的墓 因此耿身欺入是凶龙 人间歧视要出镜 又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人间歧视 奇奇怪怪的事 人间歧视要出镜 人间歧视要出镜 惊出一些不思爱不思 奇奇怪怪 奇奇古怪的一些事情 因此耿身 耿身就是一个大修之龙 大修之龙 那么中间呢 这个是空王龙 耿身这中间的就是空王龙 空王龙 那么空王龙就为大修之龙 大修之龙 那就是绝对不开用 大修之龙 为空王龙 那么我们再看 它第三个呢 为鬼游 第三个呢 是鬼游联龙 那么我们看一下鬼游是什么龙 夹以北定物极更新人鬼 鬼在这里 子仇 银毛 城市 无畏 顺游 那就是金龙 金龙 鬼游是金龙 那么当令这儿呢 也是金 那就是当令而望 当令 而望 属于望龙 那既然是望龙 那就是一个大吉大利之龙 当令而望之龙 那就是鬼游来龙 富贵羊 鬼游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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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 杨明天下 富贵羊 人才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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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数长 富数 长 鬼游 它是当令而望的 那一条龙 是大吉大利之龙 也是一个望龙 一次说呢 鬼游来龙 富贵呢 杨明天下 人才了发 富数又长 你看看 鬼游来龙 又富 又贵 又有主名 人 望人丁 又望财 人才了发 而且呢 还又富数长 这条龙呢 是条非常贵的龙 叫鬼游来龙 我们看一下鬼游来龙 那就是 耿三下的鬼游来龙 是一条大吉大利 北无经济之龙 富数长 既然是鬼游来龙 富贵羊 人才了望 富数长 这样的一条龙 非常难得的一条龙 这是鬼 狗三下的三条龙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游 游三下的三条龙 游呢 游三 游三呢 他的这个 刀链的五熊 是鸠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龙呢 它是鸡游 鸡游来龙 鸡游 那么第一条龙呢 属于鸡游来龙 假鸡 子鸡游毛 橙游 五味水游 金木水 那么鸡游呢 就是水龙 水龙 那么是金生水 金生水 那就是大 令 令 令生者为下 令生者为下 那就是 令生者 令生者为下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条鸡龙 那么大地的是金 金来生水 那就是鸡龙 那么游三下面呢 就是鸡龙 那也就是说呢 那 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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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无比 鸡游 鸡游 富无比 非常的富 很难有人比得上 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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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无比 出人富贵 出人 富贵 鸽游 鸽游 有极浓 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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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无比 出人富贵 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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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智慧,宜有欺弱,富无比,处人富贵,宜有聪慧 这是第一条龙,叫宜有龙 十二弟子中间的这条龙是丁有 丁有,甲乙,宜丁,子丑,羽毛,成丝,五味,深游,金,木,水,火 火龙,火克精,克令者为囚 那就是克令者为囚龙,丁有欺弱是火坑 丁有,丁有欺弱是火坑 丁有欺弱是火坑,北是不顺,决人丁,北是不顺 决人丁,决人丁 丁有欺弱是火坑,北是不顺,决人丁 事情也不顺利,事业也不顺利,人丁也被被决,决事 这是第二条龙,那我们看优塞下面的最后条龙就是极有 极有来龙,极有 极有,加以丙定物极,子土有某城市,五味深游,水火土 极有水流统 their ever- football 那么极有土,那也就是虚任者,极有土龙 那就是生栏者,生老者为修 唯一条修龙 我们要看水土遁公,水和土同工 精生水 那么也是 精生水为 令生这为下 令生这为下 也是呢 它是极多凶少 极多凶少 也是一条 极龙 极龙 主要就是水土通工 那么精呢 能来生水 令生这为下 下为极 那么是 生六点为凶 由此呢 它是一个 有极有凶 败极败凶 但是呢 极多凶少 极多凶少 这样跳龙 属于 属于呢 极龙 由此呢 说 极有 是富龙 极有是富龙 极有是富龙 富龙 出三宫 过去呢 就是导怪的那些人 富龙出三宫 或者说是文武双全之臣 文武双全 出三宫 文武双全 出三宫 也是呢 极有 是一个 向龙 向呢 就是为极 望向 向呢为极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 二十四三 有三呢 下面的三条龙 有三 下面的三条龙 其中呢 这个极有 这个土龙 是最为极的 最为好的 我们再看 再看下一条龙 下一个山 那就是 极有星 那就是星龙 星山下的龙 我们再看星山下的 这三条龙的极胸 星山 极有星的星 星山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星山 那么星山下面的三条龙 星山呢 属于 极大粒 那么星山上面的三条龙 第一个是星游 星游龙 星游 星游 夹以贬定物极更新 直筹银毛成事五位 深游 金木 那么星游呢 属于木龙 对吧 那么木龙 是金刀令 金克木 那就是令克者 令克 令克 令克者为死 因此呢 他是一个死龙 死龙 也是一个凶龙 那就是大修之龙 那么令克者为凶 那么令克者为凶 为死 他是条死龙 死龙 是一个大修之龙 那么意思说呢 星游气入 卢平常 那星游 星游气入 龙不吉 富贵呢 也不得长久 很短暂的 再年两年 然后呢 就开始 走到下坑路 败爵之路 那么中间的这条龙 星山下的 最中间的这条龙 那么我们叫 红王龙 红王龙 大修之龙 那么红王龙呢 就是大修之龙 什么天开地址 什么都没有 那么星山下面的 第三条龙 那么第三条龙呢 就是甲絮 甲絮来龙 甲絮 甲乙 在这里写 甲乙 丙丁 雾吉 冰星 人鬼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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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丁 雾吉 更新人鬼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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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毛 成寺 我味 生有 絮 絮 絮害的絮 金木 水火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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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火龙 那么火龙 我们看一下 火 是克金的 甲乙呢 是火龙 火克金 那麽就是克金者 克金者 克金者 克金者为 求 克金者为 求龙 那麽也是一条 大雄 是一个大雄之龙 是一个大雄之龙 有一次呢 我们说 甲乙 其辱 甲乙 其辱 是一条恶龙 或者叫凶龙 大雄之龙 甲乙 其辱 是恶龙 一代富贵 发不久 一代富贵 发不久 也就是时间不长 三年两年 然后呢 就开始变得贫穷 变得古朴伶伶 就是 古挂又败德 古寡 古挂又败德 他既然呢 既不长久 就开始了 古寡 费古 男费古 女费寡 才又败德 赐业难成 竹寺呢 多见幽头 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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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幽头 这就是 二四三 这个星三上面的 这个甲乙这条龙 它这条呢 可令的龙 或可令的维丘 可令的维丘 是一条呢 丘龙 假戏弃弱 是恶龙 一代富贵 发不久 世界很短 无寡 又败德 竹寺多见 幽 幽呢 是幽仇 败幽仇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二十四三下面的 星三 星三呢 几条龙 那么 还有一个 就是 虚前海 虚前海呢 这三个三的 九条龙 它的极雄状况 我们在下节课呢 我们再讲 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切磋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好的 再见